在感情的世界里,有渣男欺骗女人的感情,同样的也有风流的女人欺负那些诚实男人。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,大家都见怪不怪的,但有一件事要时刻提醒自己,不要成为这些悲剧的主角,我们应该学会代言识人,认清楚眼前的这个人,是否真的用心爱你,不要轻易的去爱一个人。 有人说谈恋爱,就要找一些风流洒脱点的,他们风趣幽默会生活,而结婚就应该找一些老实人,他们稳重踏实,但其实现实中也有一些女人风流成性,他们总是一种玩票的心态,通常单单看微信就能清楚。 一,经常用微信摇一摇,家好有一个靠谱的女人,是不会肆意妄为的,她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,有自己的分寸,陌生的朋友是不会随意的加的,她会害怕自己的男人误会,而不靠谱的女人则会到处卖弄风骚,去到一些新的地方,如舞厅,酒吧等等,就会用微信摇一摇,加一堆男人回来骂骂挑选,到处放电。 二,经常在朋友圈卖弄性感,一个靠谱的女人做事会寻规刀剧,结了婚以后就会安心待在家中相夫教子,即使有时出外逛街也会提前向另一半报备,而一个不靠谱的女人则会整天浓妆艳抹,经常怕一些性感的照片,分享在朋友圈当中,还配上一些很肉麻的话,这样的女人真的是心机重,她热衷于聚光灯下的生活。 三,经常向陌生人要礼物一个靠谱的女人,是很有素养的,不会轻易与陌生人成为朋友,也不大容易收受别人的红包。 而一个不靠谱的女人,则从来不会写礼物多,有时更是向一些陌生人发点,希望别人能把各红包,连哄带骗的根本没觉得自己行为过分。 有时更是在群组中公开与阴药红包,这种女人功利性十分的重。 四,脚踏多条船一个靠谱的女人,只会一心一意地对一个男人好,只享受和自己行人私聊的时间。 而一个不靠谱的女人则会有多个目标,同时和几个男人一起暧昧聊天。 她享受这种被男人围绕的感觉,似乎一个女王高高在上,但其实这种欺骗男人的行为是很可耻的。 她只顾着自己的愉悦,而无视了别人的痛苦。 五,经常出入舞厅酒吧,一个靠谱的女人不经意去一些如舞厅、酒吧的地方,这种地方给人一种不好的感觉,她们会尽量避而远之。 而一个不靠谱的女人很享受去舞厅、酒吧的地方,同时穿着一些很暴露的衣服,这是她们狩猎的好地方。 她们要尽情地在这里大干一场,加大量陌生人的威信,而这种地方人多繁杂,女人在里面其实很危险的,但她们习惯了有酒精的麻醉和摇滚电音的冲击。 总结,一段爱情来说,作为男人应该找一个靠谱的女人,正正经经的,大大方方,最好是出德亭堂入德厨房,尽量少找那些浓妆艳抹的女人, 就会以后结了婚,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,到时候后,毁都来不及了,图片源于网络,青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